嗨!大家好,我是真妮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現今流行的金智雄是什麼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按小鈴鐺有芯片及時通知哦! 金智雄是什麼呢? 活得很精緻,卻不是真正有錢啦 通常是指收入並不多 但是物欲很高的一群人 賺到錢跟不上消費的速度 但為了維持金智的生活 常常陸服復出 甚至稱為卡儒族哦! 這類人被稱為 落魄貴族 平男平女啊! 心理到底在想什麼啊? 從心理學的概念來看 金智雄很有可能是 匱乏心態 又稱稀缺心態作祟 由於現實生活中缺錢 因此更加在意財富 於是試圖在別人面前 營造出金智有錢的形象外表 為什麼現代人會流行金智雄的現象呢? 知名的大學教授分析 現代人容易被同僚排擠 網路霸凌壓力的影響 加上社會氛圍一直刺激 外債消費 買房又是許多人難以達成的目標 隨著時間久了 興盛的與其存錢 不如活在當下的想法 什麼呢? 金智雄有哪些特徵呢? 1.常用錢買時間 例如叫外送打幾層車 2.重度品牌迷思啊 再窮也要買名牌奢侈品啊 3.儲蓄理財先擺一邊 即時行的更重要啊 4.購物不看價格 花大錢不手軟 不開心難過都能花錢啊 想消費就找理由開脫 6.自我安慰 錢沒有不見 只是變成喜歡的樣子啊 我是真妮佛 我們下回見 掰掰